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環境最前線永續台灣看得見 我是看守台灣協會謝和林 今天的來賓是水資源的那個 我是目前是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的發言人 也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前會長 是 陳佳華老師 今天陳佳華老師要來跟我們探討的議題 是全國區域計畫的問題 全國區域計畫是內政部今年提出一個草案 然後好像已經公告了 10月已經公告了 對 然後聽說年底可能還會再修正一次 但是這次全國區域計畫引起民間團體很大的關係 因為它可能會接下來在未來呢 引起我們的山林跟海洋的浩劫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請陳佳華來跟我們剖析 那我們在之前全國區域計畫之前 我們的區域計畫 我們沒有一個叫做全國區域計畫 我們叫做北中 台灣地區北中南東的區域計畫 那這次內政部為什麼要把它叫做全國區域計畫 然後它的架構跟以前有什麼樣子的不一樣 依這個區域計畫法 它在這個訂定區域計畫 本來是沒有所謂訂定全國的區域計畫 原本就是國土計畫法的草案 是說等國土計畫法通過之後 再訂全國的一個國土規劃 但是因為欠缺這個法源 所以內政部或者是行政院就便宜行事 依這個區域計畫法裡面的這個區域計畫的訂定 他們就又多了一個把全國的區域計畫訂出來 然後要取代原本要有國土規劃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這個全國區域計畫在原本各地的區域計畫 都要做政策環評 但是這個訂全國區域計畫卻不用政策環評 這個是它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它全國區域計畫包山包海 又去規劃這個海岸 還有規劃這個整個水庫集水區 還有這個農地 還有這個山坡地 林地 它都要去進行這個 可以去開發或者是訂定一些規範 其中我們看到很嚴重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水庫集水區這邊 因為以往在舊的這個通盤檢討 或者是原來的這個北中南東的這個區域計畫 它在水庫集水區這邊 在99年有一個這個通盤檢討 第一次通盤檢討 那那個時候是不能夠任意開發的 就是水庫集水區是禁止任何開發 然後或者是在水庫集水區這邊的 國有地是不可以輸送 但是在今年這個10月已經公告的這個區域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已經把這個部分鬆綁了 對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其實這個區域計畫法 還有就是都市計畫法 它其實他們已經已經這個法律已經執行了很多年了 那我們已經到一個算是工業國家 我們不是一個低度發展中國家 也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已經算是工業國家了 那一個公業國家才在這個時候弄一個類似全國區域計畫 然後又要叫各縣市做區域計畫 那這樣子好像有點奇怪 我們在這個階段應該是說 比如說我們都市計畫都已經夠多了 那可能是應該要做一些稍微的調整改善 而不是說因為以前各縣市政府都沒有做區域計畫 然後現在要求他們做區域計畫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似乎是有點奇怪 對 就是說在現在10月公告的這個全國區域計畫裡面 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對 就是原本就是各縣市訂定區域計畫 然後要送政策環評 對不對 那它現在就是把各縣市的這個 訂定區域計畫的這個法源把它訂下來 就是說以後各縣市訂區域計畫 之後他們裡面的細部的計畫 就不用再送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去審議 就是說他們在區域計畫裡面有 就是說要求他們畫一塊區域 對 然後各縣市只要通過政策環評 這個區域計畫要通過以後 以後裡面的所有的開發 就不用再超過10公頃 也都不用再送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去審議 那這個部分就是把那個地方政府的這個權限 權力又更擴大了 讓他們可以自己去訂定這個計畫的項目內容 然後也可以 因為目前的各縣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或者是區域計畫委員會 它並沒有公開 並沒有公民參與的機制 所以這樣子 全部區域計畫把這個權限就放給地方政府 權力就變大了 讓他們可以去決定整個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開發的內容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 然後它還要強制各縣市政府都要做區域計畫的一個原因 其實這個階段並沒有需要 而且區域縣市並不是一個區域 那區域通常是要看比如說一個流域 或者那個有一個就是區域共同治理的必要的時候才要做區域計畫 那沒有這個必要你強制各縣市做區域計畫 而且要求他們就是說要劃住在地區以後 這個地區如果要開發的話 在這個地區那所有的審議的一個要求就放寬 那這樣子其實很多開發都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 不能說因為它在那個地區就不用再做好好的做詳細的審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陰謀 對 就是各地方政府 譬如說我們看到那個桃園航工程 對 它在桃園縣政府提出來的這個區域計畫 那它在政策環評就是很快就過了 對 那目前它就是 航工程已經在執行這個土地徵收 區段徵收 那就是它在政策環評這邊 就是說很容易就通過 然後地方政府的權力就變大很大 對 可以強制去執行這些都市計畫或者是區域計畫的內容 另外還可能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各地方的一個地方自治的能力可能也有所不足 在這個時機點讓地方擴權那麼大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對 就是說我們從苗栗大埔案或者是從一些我們認為有爭議的地方政府 像桃園航工程或者是一些各縣市的區域計畫 或者是我們看到南投縣政府在清淨農場提出來的這個開發的區域計畫 我們都看到了這個開發遠大於保育的區域計畫 那目前我們就是說 在民間的這個監督力量如果還不夠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環保署政策環評這部分是很難去把關得住 就是說很多環評委員就是說 因為各地方政府提出來的這些區域計畫 它就很容易讓他們通過 那就是說通過的後果就是包括清淨農場這邊 它的一些本來違法的不合法的開發 它就會合法化 然後它又更鬆綁了一些開發 所以就會讓這個水淨區的這些破壞就會更嚴重 所以這是也是全國區域計畫我們看到的這些 讓地方政府全力變大的後果 就是地方政府它對於這個保育 其實是長期來都很少去注重 那佳華老師有沒有發現這個全國區域計畫 它好像對於問題的一些爭辯 它都了解問題所在 但是它提出的一些方案 通常跟它問題 它發現的問題是互有矛盾的 目前就是說 我們覺得這個政策環評 就是全國區計畫 因為它沒有做政策環評 所以它規劃出來的東西 就會讓你談的剛剛就是說有一些矛盾 就是說因為它思考不周全 譬如說農地的開發 它說10公頃以下可以做工業區 那本來我們的工業區是規定都要10公頃以上 那全國區域計畫它就鬆綁了這個規定 在鄉村型它產業園區的工業區就可以 所以不到10公頃就可以做了 然後它在那個水庫集水區 它限制開發也拿掉 那它沒料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也沒做政策環評 就是說這個東西 因為都沒做政策環評之下 它目前就是說 在內政部的綜合計畫這邊 民間署綜合計畫這邊 它就沒有辦法去規範 或者是去限制說 就是有關都市計畫 或者是區域計畫這邊的開發 已經透過全國區域計畫這個公告 他們已經可以專勞動 或者是去專他們的一些所謂 所以只要避免 禁止避免 或者是盡量避免開發 因為限制拿掉了 所以這些開發的行為 就透過這些很鬆散的 很沒有原則的 現在政府有裁量權 對 就是讓地方政府很容易就去開發 那包括環評 因為區域計畫已經有這個法源在那裡了 水源區的開發也鬆綁了 那環評那邊相對的要求就會變弱了 對 好 那 我們有 就是最近有一部電影 就是很有名 叫看見台灣 焦老師應該也有去看過 我看預告 看預告 那在看見台灣裡面 就是吉波領導演 把那個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清淨農場被破壞的狀況 對 或者是台泥他們在挖山的狀況 還有就是 雖然他說很漂亮 我們也看到就是宜蘭 它那個農田 那個農舍蓋得非常多的這種狀況 還有濱海工業區污染的狀況 都給呈現出來 那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本來應該是 國土規劃的單位要去避免 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全國區域計畫 反而是在可能會促使這樣的問題 更嚴重 更惡化 對 就是 那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問題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在促使他們做這樣錯誤的事情 你知道是錯誤的 確實要往錯誤的地方去走 我自己從 關心這個水保法 或者是環評項目的修訂 再來就是全國區域計畫到 現在這個立法院正在審這個 綜合流域這些治理的 這個六年六百億的預算 就是我看到了這個開發的這個集團 對 就是包括政府就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 他們就是要讓台灣的這個開發更擴大 就是我們即使說看到這個 沒有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 我們其實早就 早就從這個往年的這些颱風過後 這些淹水或者是上游集水區的崩潰 我們其實看到這些嚴重性 對 所以這些情況其實並沒有去改變很多人說要禁止開發 或者是要減少開發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開發的集團 這些利益團體跟政府竟然是結合 要用從法源 從法律 從國土區域計畫去鬆綁開發 那我們看到就是財團正一步步 他們要讓台灣就是要擴大他們的這些開發的利益的這個僑取掠奪 那竟然就是要去水營區了 對 台灣這些保密的這個水資源的命脈也要去開發 對 最近的一個例子包括像日月潭向山 對 那不只是日月潭向山 像11月29號 毛毛署又要審一封南河宴的統一夢事件 對 然後上個月清淨農場區域計畫 還有水里大灣也是在自來水保護區的 也是旅館修器的開發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些財團 他們正結合政府的這個修法 然後要不斷的去進行國土的開發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也是很痛心的 就是說我們是要有更多監督力量 但是我們看到目前在我們現有的教育之下 我們看到學界的監督很弱 就是說在環評或者是在區委會 都委會 我們看到講良心話的委員越來越少 那我們看到民間或者是這些監督力量也很弱 就是每一個環評會 甚至現在六年六百億 我們看到很少團體在關注 所以這個力量就是說到底人民要怎麼樣去監督政府 去監督政府不當的跟裁斷的勾結 那如果這個力量不擴大 我們看到就是說這些共犯的 這些犯罪結構是越來越猖狂 所以我們的國家的治理是一直在向下沉淪嗎 對 那向下沉淪就是說 我們希望監督力量能夠起來 這是很重要的 對 就是到各個會議去把關 去監督去發聲 那現在目前就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說有很多環境議題 就是大家團體已經平於革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沒有辦法無意不予 那是不可能的 對 剛好我關心的就是從水源區的開發 從水保法修法到全國區計畫 到現在的六年六百億這些預算 特別預算跟綜合流域治水這些 因為剛好都是相關的 那另外就是水資源其實是很寶貴的 我們也不希望政府不當的修法讓台灣珍貴的水資源就完了 我們後代子孫根本就沒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其實我是覺得說政府也很短視 對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氣候變遷 那在今年菲律賓的海洋颱風 那個超級強烈的颱風 時速300多公里 那很少過去 如果這個颱風到台灣來 少過我們的山林 或者是少過我們的海岸 有那麼大的一個那個暴潮這樣過來的時候 美麗灣飯店可能就不見了吧 沒錯 那我們的土石流可能會讓很多在山上的這些飯店、旅館、遭殃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國土的規劃的方向 應該是要增強我們的那個就是恢復力或者是韌性 我們的這個承受這個天災的這樣子的一個韌性 然後在面對它的時候我們可以趕快從破壞中恢復過來 而不是去讓它變得越來越脆弱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的自理角度顯然只是往前看 就是金錢的錢 而不是真正的看到我們的危機所在 這個是很令人悲哀的 那其實除了全國區域計劃 因為全國區域計劃它 像剛剛教華老師講說它包山包寒 它其實配合很多其他目的事業毒管機關的一些法令 在做它的等於是在整合這些其他機關的法令 所以還有包括像森林法、水土保持法等等相關法令 那這些法令也有鬆綁的現象嗎 目前就是說全國區域計劃它等於是說它有一個指導原則 指導原則就是說只要承諾有廢水不超過標準或廢棄物回收 在水庫集水區好像就是可以八成以上的土地都可以開發 那這樣子的一個指導原則之下 目前我們看到的其他法規是很難去限制的 大概只剩環瓶 那環瓶它又有鬆綁 它又配合這個 它也配合鬆綁 就是說譬如說在所謂的二級集水區 他們就是說一公頃就不用環瓶 一些食品工廠 甚至在一些什麼沙石、錫泉也可以做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就是其他的什麼水保法也要修 把特定水保區禁止任何開發 水庫集水區禁止任何開發修掉 對 這是很大的問題 對 所以未來就是說我們看不到有什麼比較有 有利的限制開發 或者是在水庫集水區開發的法規 其實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那環瓶呢 在水庫集水區其實也有一些不需要環瓶的 甚至在一些新市政 譬如說它在水庫集水區 它只要就是可以讓它做產業園區 或者是去規劃一些新市政 然後舊市政有一些違法的也可以合法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大概找不到什麼強的法令 可以去限制一些開發 所以本來我們有很多法令在層層把關 但是他們這些很熟悉法令的公務機關 就開始給它層層的鬆綁 對 就真的鬆綁 讓所有的法令屠有其名 然後沒有辦法發揮實際的效果 對 所以我們這一代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在我們今年 我們看到這個政府 看到行政院 從環瓶修法 從水保修法 那從全國區計畫 那森林法其實它不太需要什麼修 其實全國區計畫的鬆綁已經很夠他們開發了 因為真正那個險峻的地方 他們可能也怕土石流 大概就也沒有 我覺得它修大概也沒有必要去修 也可以做了 已經他們可以做的這些零件 這些工具已經足夠了 所以大概未來就是說 我們當然也不希望說天災 但是氣候變遷我們看到現在 這個整個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 整個海洋的這些溫度上升濕氣這麼多 所以很難說沒有像海燕這麼強的颱風會不會出現 所以其實你哪真正要去水溫區去山上開發的 你就要查一旦 甚至在那個海岸要開發 你也要有心理準備 萬一真的這個大地震海嘯或者什麼 你可能所有的投資都要泡湯 對 在看見台灣裡面 我記得有一句旁白也很好玩 他說很多遊客在往山裡跑的時候 不知道他們其實是在探險 因為其實是很多山的狀況並不是很好 你不小心可能就會跌 就是路可能就斷掉了 或者是被石頭炸到了 可能因為有弱石這樣 那這些開發單位如果你們往山林跑 可能以後也是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不要為了錢 然後什麼險都不對 其實我們環保團體其實是看到了危險 就是說你要在水庫積水區在山林開發 那你有它的風險 尤其你在氣候變遷這些嚴峻的這些可能面臨的這些風災水災 那這些開發真的是會造成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我們其實提出警告 其實今天全國區計畫公共 我們是認為政府你這樣做 那你就是只顧少數人的利益 那你犧牲了全台灣大家 譬如說我們還是納稅 我們的錢可能又要花更多錢在救災上面 那今年我們又看到說 救災的經費又要用在開發 又要用在開發 所以就是說這些短視的民意代表 我們其實也希望我們的人民和選民要來唾棄 對 要來檢讀 或許這樣才有辦法去解決 像佳華老師早上去參加這個六年六百億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六百億都用在末端的治理 而且可能是治理越來越糟糕 而不是用在山林上面 就是其實山林上面就是不要去動 也不需要那麼多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山林破壞了 然後他們才有那種治水的理由 然後又賺一筆 賺一筆災難財 那所有的錢都是我們民眾在買單 這也是 對 就是說全國區計畫在水庫集水區 它把原來的限制改成環境敏感區一級 跟環境敏感區二級 那在一級裡面 它二級它就變成就是可以彈性開發了 那一級它又把一大部分 又說只要承諾污水不超過標準 也可以開發 所以它的鬆綁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在這邊再配合 其實台灣真的是一個地震帶 對 又是斷層很多 那你這樣子的沒有限制的 無節制的開發 然後未來的這些災難會越來越多 吐氏流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希望這些民意代表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要聽到我們的聲音 就是真的不可以草率去通過 這些治水預算 因為我們這一次從六年六百億的治水預算 看到的 其實這一次的治水預算 我們從它的這個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 看到的是更多的土地開發的條例 藏在裡面 就像我們說之前莫拉克的治水條例 把那個高坪大湖的經費藏在裡面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開發的條例 土地什麼創造土地利用價值 創造這個土地開發的這些 松綁這些土地的變更 都放在治水條例裡面 那我們看不到它 之前已經全部花了一千四百億的預算 我們看不到它 它有嚴謹的 嚴謹的把成果成效的檢討 我們看不到這些報告 所以今天就是說 整個治水 整個全國區計畫 它這個松綁 沒有經過政策環評 非常的草率 這是非常嚴重 而且有違法的嫌疑 我們大概就會提訴願 訴願 訴願就是說針對全國區計畫 因為我們也是會質疑說 他說要做政策環評是在騙人 所以就是還是會提訴願 如果他真的沒有做 以前沒有做政策環評 我們是會提訴願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內政部 他們草率去訂這些全國區計畫 沒有政策環評 沒有審慎的這些規劃 我們也是已經向監察院陳情 所以我們已經請監察委員 要更積極的去查查這些 是不是有官員 或者是公務人員獨職的這些行業 從陳老師剛剛的剖析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說 政府的這些經濟發展政策 其實是放錯了方向 在氣候變遷的時候 我們要著重的是增加 那就是我們這個人類社會 生態環境的韌性恢復力 但是他們反而只是在注重一些 房地產的開發觀光的利益 那所以或者是為了跟中國的那個 經濟的結合而完全忽視了 就是真正的一個危機所在 其實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 就是說針對氣候變遷的危機 然後好好的去調適 或者是減緩氣候變遷 還是有很多經濟發展的機會 比如說我們再生能源 可能就要好好的去發展 因為我們不能一直在依賴 化石燃料的能源或者依賴核能 那還有很多比如說 我們好好做好我們的水土保持 保護我們的積水區 其實我們那麼美的台灣 從這次這個電影看到 台灣那麼美 那我們發展深度的觀光 我們不破壞自然的觀光 不是說就到山裡面去 去住那個豪華飯店 而是就是說你真正的去體會大自然 跟你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一個觀光的效益 可能會大過 大過就是這種 這種膚淺的觀光 那破壞水土保持的觀光 所以我也是呼籲政府 好好思考你的經濟政策 怎麼樣跟環境保護自然保育 做深度的結合 對啊就是 就是除了我們剛剛就是 談到這些水庫集水區 其實全球區域計畫就是說 在農地的部分 它就是優良農地 可以變更成一般農地 然後一般農地 又可以變更成丁種用地 那丁種用地就是可以做 工業區 工業區 或者是做一些 新市政就市政 然後它這一次我們看到 它就是利用這樣子的 可以變更的程序 它所謂所要 讓地方政府去創造土地價值 可以去進行區段徵收 然後可以去所謂的去賺錢 結果呢 就讓很多民有的民間的民宅 或者是一些私有土地 就被強制徵收 然後我們看到很多優良的農地 就變 這樣流失了 就沒有了 然後甚至這些工業區的設置 它就會排放的廢水 又會去污染到鄰近的這些農地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正在走向這些 這是安全的存糧不足的 這樣子的境界 然後我們看到更多土地 更多地下水 因為你污染的這些困境危機 危機 所以真的是 這些開發的行為 這麼猖狂 這麼沒有節制 真的是政府 政府真的是短視 不只是短視 而且是 黑心 非常地 黑心 因為他們不知道問題 對 好 那今天環境最閒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這集節目就到此 謝謝各位觀眾 希望大家能夠來支持環保團體 進入政府 避免我們國家陷入這樣的陷阱 謝謝大家 謝謝